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个礼拜跌 然后收敛到今天上涨了 今天是上涨了73点 指数说在10883点 而且今天的成交量甚至比昨天还要大 通常礼拜五的成交量会比较小 就没想到今天居然是1263亿 这还没有包括盘后 好 家庭指数涨幅0.68个百分点 OTC指数呢也是上涨 上涨了0.4个百分点 今天盘面上大家最关注到的当然就是那个光 虽然我们不一定拥有 但是它今天呢 涨停板 大力光 好 那一定也影响蛮多的 那我们在操作部分如何来观察 还有我们在可行的资金的配置之下 老师要带我们来做观察呢 对 我想大力光 因为在昨天法说会 还好不是变成法会 就是法说会 说去年第四季它的毛利率来到了71.68个百分点 等于比第三季增加了4个百分点 也比我们这个市场的预期69% 还增加2.6个百分点 对 所以真的是优于预期 优于预期 但股价经过了大幅度修正 很容易就可以拉到涨停板 对吧 你想太多了 这一张要400万 你怎么很容易拉到涨停板 你还给我 外资有钱人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也要有钱人的思维 其实一般投资本也会去买他的权证 或者是其他的 你买权证买零股之后 对 才买的起货 这一张400万 股票起货 所以我想大力光的涨停板 当然是大咖进来 大咖进来是要抢短还是要买一段 大咖通常不会抢短 你想多了吧 不是吗 应该这么说 就是看大力光后面怎么样 可是大力光说他一月份会不好 二月份会比一月份更不好 我想二月份应该比一月份更不好的 应该是比比皆是 为什么 因为二月份有 有我们农历春节 过年儿 我们要放假 所以我想 但是大力光还是一样 拉到涨停板 开盘的时候就超过5%了 所以东哥追上去拉到涨停板 好 大力光的表现非常强 可惜的是 苹果派没有跟上来 就是苹果的供应链没有上来 谁上来了你知道吗 光学 你们好会想 大力光叫做光学 光学族 所以光学族今天就冲上来了 就是因为大力光拉上去 不是应该这样想吗 不对 不对 大力光叫做苹果派 你说他是光学也行 但是基本上我们法人骨的部分来看的话 是以苹果供应链为主 可是光学骨跟了 代表投机力上来了 也就是大家很会联想 大力光一长了 光学骨就在动 什么光啊 就是那道光 就是那道光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认为其实最该反应的叫苹果供应链 因为毕竟光学骨 它真的目前看起来有几家在赚钱 你算给我听好吗 光学骨里面有几家在赚钱 亚光是赚钱的 玉金光是赚钱的 光耀科好像有赚钱 其他的呢 好像没啥人在赚钱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题材 那这个题材能够上来 当然好事啦 因为代表说投机力又回来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部分 该不该去抢光学骨 对吧 我想这才是关键嘛 因为昨天之前没有人会跟你谈光学 今天一定很多人跟你谈光学 因为很多光学骨是上来 那是因为大力光的关系 就好像今天 当金电拉到涨停板的时候 我们该不该去买LED的概念是一样的吗 对吧 听了没有 这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 就是当金电拉到涨停板 我该不该带会员去买LED 今天太阳能很强 我该不该去买太阳能 好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我想今天是礼拜 我们就轻松一下 我喜欢讲我的理念 然后你来听听看我的理念 有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我认为苹概股会动 下礼拜会动 下礼拜会动 那为什么会这么大胆的去预测它 我带你看我有一档股票 有一档股票沉积了很久 在今天大涨 就是1597的值得 哦是 对吧 好那 还有另外一档了 上瘾已经创高了 我们不谈 创高今天 所以值得在今天涨了6个百分点 盘中一度攻到了8个百分点 好 值得为什么会上来 因为值得在前天 好就是礼拜三那一天 公布了它12月营收 创下历史次高 好没有新高 新高是10月份 好11月份稍微下滑 12月又回到 又又又回到成长的轨道 好了 创下历史次高 好可是呢 值得在礼拜三公布之后 礼拜四的值得 只小开高之后就杀低 好就就收低回来 然后呢没有反应 大家以为它没有反应 结果今天涨6.2个百分点 好 这叫延后反应 好延后了一天才做反应 所以大力光今天转强 可能很多人焦点是放在 太阳能LED等等 或者是同波基板 那今天同波基板也很强 那基本上 你会放在这些族群当中 那是短线上面的一个节奏 同波基板是因为有涨价效应 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苹果派不强 下礼拜苹果派就强 因为你们会延后反应 那为什么会延后反应 这代表市场上的其实 人气并没有那么足 虽然我们知道今天的成交比重电子回来了 回到了66% 盘中一度攻到快七成 但是呢 相对来讲 但是它还不够旺 对还不够旺 所以有回来 但没有那么旺 好 这就是最重要的关键 有人在脸书上 前两天有人在脸书上问我 就是说 那个值得 为什么都不涨 上营都已经创新高了 我说一定会涨 一讲完就来了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一个 是一个观念 如果这档个股 你买进去是为了工具机这个产业 为了它的未来接单能力 跟营收的动能 那它短期的不涨 后面当然就会 如果它的一个营收动能 是持续转强的 它后面一定会涨上来 如果你买进一档个股 是为了技术面 或短线上去做切入 你不小心套牢了 它如果你不是用 基本面的角度去看 那我建议你就是卖掉 所以我有跟他这个有对话 我的对话是说 如果你不想报长线 我的建议你就涉停损卖掉 如果你相信这个产业 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持续报了 其实这就是我要跟各位 谈一些观念的东西 技术面的强弱 是后面的问题 基本面的强弱 是你本职的问题 所以当时的这个上营 打回来的时候 打回到298.5 记不记得那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 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天 298.5 12月7号那一天 当时上营从344块 杀回到298.5 很多人吓坏了 我的建议是什么 买 我让新会员进来买 你回头想一想 今天的上营 最高已经冲到347 收盘344.5 创新高累 好 我们是从210 230 260 对 270 290 一直到300 我都认为 他值得我买进 因为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判断的逻辑 我待会跟你谈这个东西 那 今天的一个上营 创新高之后 后面该怎么动 产业趋势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认为 你要在股票市场 很多人以为 这个做股票很简单 哪一个转强就追进去 有啊 今天也有会员在问 老师 那个他问我说 那个中店可不可以买 1611的中店 早盘一开盘 没有半个小时 拉到涨停满 好 就是当时在问的时候 正在冲 冲5%的时候 问我说 老师 那个中店可不可以去买 我说为什么要买 哦好强哦 你所有的观念里面 都是好强一句话 所以我的回答是这样 我说 你个人当然可以这样做啦 就是你买上去 然后呢 你当初把它冲掉 你个人可以这样做 但我带会员不行耶 嗯 我要思考的就是 对 我买这档个股 它明天会怎么样 嗯 明天会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明天啊 放假 哦 你好 好有梗哦 你来我梗 明天不会怎么样 后天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我在思考的就是 我今天买进了这档个股 它明天会怎么样 周一之后如何发展 第一个 第二个 假设我买错了 那我可不可以留下来 嗯 对吧 好 这个我有些股票会停损 有些股票我觉得 没有错 它后面会涨回去 那那个部分我会保留 好 所以呢 我在思考一档个股 并不是看到 今天的中电很强 我就要进去追 好吗 如果你是看到它很强 进去追 涨停板叫11.1 没有错 它今天碰到涨停板 收盘叫10.4 直接打7%下来 直接给你灌7% 杀回来 我今天带会员布局 我是大部队的动作 我要买一档个股之前 我一定要思考的非常清楚 绝对不能任由盘面 来左右我的思路 听到朋友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在做一档个股 我在选择一档个股 你会觉得我选股很小心 对 因为我很小心 那我在选的过程当中 我就来思考我的退路 我要打下来继续抱着 还是持续在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还是说 那现阶段我要做短线 我要做中线 我要做长线 这样去做规划 对吧 所以我的股票有长线的 上赢值得是属于长线的 我有中线的 之前做了N秒CC 对吧 我只做了一个中线 那我并没有看很长 那为什么 我已经讲过 我就不太赘述 因为N秒CC 就算它再涨价 你也不能追了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很多人不相信 昨天的和生堂还创新高 今天重挫4.6% 我卖掉的 这个还在我卖的价格之上 我们就不谈 我卖掉的华星科 我卖116 今天最低是打到100块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怎么样去看待一档个股 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该调节 我该粗调 我该做什么动作 其实我都要非常思考的 非常清楚 对吧 如果我是那个很任意的 老师 你会发现 我每天都要给你讲掌停板就好 好 今天有什么股票掌停板 这个高利掌停板 大力光大家不会买 然后就算了 那还有什么掌停板 这个经典掌停板 这个比较拿得出说法的 汉逊掌停板 还可以 这个高利掌停板 等等等等 老师你对他情有独钟 你讲两遍他 讲哪一个 高利啊 他是燃料电池 对我一直不敢买 你刚刚说他两次 真的说两次了 特别爱他 也不会啦 就是我是觉得他很活泼 他很活泼啦 这个高利还可以啦 就是燃料电池 所以为什么中间会 涨上去燃料电池 高利拉掌停板 所以你看到中间 哗哗冲上去 有没有 然后中间有涨停吗 申拍谁 对不起 他收盘杀回来 杀7%回来 我想这才是关键 就等于说 我们在买一档个股的时候 我的思考逻辑就是 我买进去之后 我该怎么去做规划 如果是中期规划的 像MCU的部分 之前去年底 我做的是这个被动元件 那今年年初 我做的是MCU 我在布局MCU 那我就会用逢低 我去做买进 像今天新会员也带进了 你只要低下来 我就进去买 就进去买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观念 所以我想 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不是个人赛 我打的是团体战 所以我为什么会把大部队 这个大部分的资金 如果你是我高端会员 我们买上营的 有两组高端会员 我是不是大概 大部分都让你压超过五成张 对吧 你的资金 如果你有个1000万的 我大概都压到400万到500万 因为他单价也比较高 对 因为单价也比较高 买10张就已经300多 那个200多万 所以当时我有会员买的是30张 有的买到50张 就这个原因 就是我为什么会大部队放在这边 是因为我认为他最稳 我认为他就是送分题 我认为他今年这个接单暢旺到什么年底 现在唯一的变数叫2月份 2月营收可能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 放春节假期 而会有小幅下滑 我好像没有在听那个 卓董在讲这句话 之前告诉我12月会下滑 告诉我10月会下滑 可能有人把老师提到他的部分呢 有把音档给他听 真的 对不起 拜托你再拉上去 他就是看你的产业 你就好好的专注你的产业 如果看得到一档个股的未来 我当然就不会轻易的放手 如果我知道这个 当时我交的女朋友会成为富婆 我怎么可能会放弃她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观念 我好像乱比喻 所以我想这才是关键 其实你在问我LED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今天会拉涨 原来这个miniLED 今天一则消息 全部市场很多都是因为消息 miniLED 那个miniLED用在哪里 手机 好手机面板 那目前呢 今天的消息是大陆 大陆的中国的大厂 好这个手机大厂 开始在采用miniLED 哎呀 哎 我觉得这个新闻很怪 你不觉得很怪吗 怎么说呢 怪在哪儿嘛 现在大部分 新闻随随随都有啊 对 现在大部分的手机 比较好的用什么 AMOLED嘛 就OLED面板 对吧 那miniLED的那个面板的手机 还没有出来嘛 说这个中国大陆会开始采用 好 中国大陆会开始采用 我怎么去想 我大概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你miniLED比较便宜 有可能 这个有可能 然后呢 有三种可能 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你miniLED的这个使用的一个这个条件 会比OLED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OLED面板 现在大家都没有办法大幅度量产 可是我就明明知道 京东方去年底OLED的面板就已经量产了 京东方是中国大陆的面板厂 然后今年你不是记得吗 前几天的消息有说夏普 有没有 要开始量产 那凉率呢 凉率呢 对对对 剩下就是凉率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开始做量产的动作 那OLED面板的凉率也开始拉起来的话 谁要用miniLED啊 你懂了吗 好 然后呢 晶电归晶电 它是miniLED 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所谓的LED 有这个题材吗 没有 那你要我去买什么呢 听到没有 你了解到这个状况 就好像太阳能今天表现很强 那太阳能很强 我就因为你油价涨到70美元 我就要必须来买太阳能吗 太阳能板 到底 现在到底是 供过于求 还是供不应求 这才是关键嘛 听到没有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就好像 我再讲一次 很多人在问我说 上赢上赢 老师李是在讲上赢 可是呢 当初你介绍的穩帽 这个你却说他长高了 我当时买穩帽是123 我买穩帽的原因是 我给了他 对我给了他30倍的北益比 是结束 好 我在买的时候是13倍的北益比 了解 我买在123 123到台湾 123自由日 123 好就这样 123 然后呢 涨到了300多块 我一直告诉你 300块以上的穩帽 是超涨超涨超涨 我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讲 听到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怕水高了 大家 3D感测 现在普及化没有 我只要问你这件事情就好了 现在除了iPhone X 在用3D感测 将来会 会有很多的公司 会采用3D感测 但是 当他其他的公司 采用3D感测 现在只有苹果在用嘛 所以 稳貌是什么 苹果派嘛 那苹果供应链 今年的上半年是什么 淡季啊 那如果是淡季的情况之下 我在其他飞瓶阵营里面 还没有开始 大幅度采用之前 我问你 股价已经从123 涨到了300块 你还够追300块 老师你跟我讲过 成长性的公司 要给他30倍北益比 所以你当时给了上银 30倍北益比 所以你300块以下 你勇敢的在买 代会员在买 对 Bingo 你好棒棒 我210块买 230块买 260块买 270块买 290块买 300块我一样在买 因为我给他30倍 本益比较合理 但是我给30倍的 稳貌的本益比 叫做超涨 为什么呢 想不想知道 明天再告诉你 明天吗 明天不行 所以我现在就告诉各位 其实这就是一个 操作一个观念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回来看稳貌好不好 我先看一下稳貌 稳貌今天 最近一直跌 对 重挫 6个百分点 来到252块半 稳貌的高点 叫340块 来到252 已经跌掉快 100块了 很快 如果你不听我的 你会套牢 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稳貌的部分 它会有淡忘剂 对吧 因为跟苹果派相关 第二个部分 目前的3D感测 还没有完全的普及 然后呢 30倍本益比 是短期的高点 修正回来之后 当它本益比压低之后 或许我还会再买回来 懂 但上瘾不一样 上瘾为什么不一样 它全年都在旺 对 它全年会旺到今年年底 而且我认为未来五年 所谓的自动自会 自动化 仍然是风潮 我问你 上瘾会 30倍倍比 那叫刚开始而已 如果你搞清楚这个方向 你会知道我操作的方向 也知道我操作的逻辑 那我希望每一位投资朋友 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不要太过于自以为是的 任性去找一些强势股去做 你就稳稳的买进 宋芬提的股票 你管它短期的震荡 它就是要给我涨回来 对吧 上瘾是这样 值得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的 谢谢老师 但是呢 这中间有很多的细节跟专业 我们才在听节目嘛 谢谢老师啦 这宋芬提一直是告诉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来做把握呢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今天时间关系 访问经营到这里 感谢留言投资 杨天迪杨老师 谢谢你 谢谢习真 祝大家周末愉快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在个股操作部分 有任何疑问 欢迎您透过了工商服务的电话 022321 9933 022321 9933 来电咨询 另外呢 杨老师每天的这个Lite的部分 也陪伴着大家哦 盘中最及时的个股资讯 也都在其中 周末时间还有小杨关键报告哦 Lite ID直接搜寻 免费加入就可以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投资理财王 第二个阶段哦 好 我马上来进行的就是 股市战将的单元 赶快邀请到市场当中的资深分析师 华兴头顾 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是林何彦 老师我可不可以先讲一下题外话 我觉得老师的皮肤超级的好 是怎么保养的 因为我都用OO的 好了 如果有机会参与老师的演讲 那么就可以看到 真的 我觉得一路 从我认识老师以来 皮肤都一直是这么好 可是我又觉得很不解的就是 因为老师每天 其实都有观察国际的股市 然后常常也做功课做到很晚 像是每天都有强棒初级 有一到两档要提供给我们 听众朋友做短线的参考这样子 那工作的时间都到一点多 可是呢 隔天又很早起 然后怎么还可以这么好 我自然是觉得很大闷 好了 有机会再问老师好了 老师在过年特别节目 再跟我们分享好了 到时候比较轻松 好了 我们今天的台股呢 哇 像老师所说的 也像老师所提醒大家的 爱加油啊 台股呢 真的好机会耶 今天呢 大涨了73点 好 指数呢 收在10883点 前加量部分呢 是1263亿 我们盘面上看到大力光涨停板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什么样的这个机会 请教老师哦 好的 刚才齐珍说错了 我不是半夜一点睡 我是半夜三点睡 我的用功程度你们是无法想象的 我除了吃饭跟睡觉时间以外 其他机会的时间都是 投入在研究股票 研究产业面 跟掌握全球卖动的一个分配上面 所以投入的时间很长了 如果不是一股兴趣 工作时间那么长 真的开笑 热忱了 尤其又长时间已经三十几年了 对哦 所以本身来讲 对于这个行业的投入 跟对于这个行业的喜好 这是一股兴趣在推动我 所以我这么用心 当然会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家族成员 所以你自己如果操作不顺利的话 欢迎跟着林河彦的脚步 我们到底来打拼 我会全力的挺你 好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涨73点 最多涨了89点 你看两天跌104点 一天就快回来了 对不对 你看拜三楼八十几点嘛 昨天跌21点嘛 所以两天跌了104 今天一天就涨89 是不是一天就都回来了 今天开不开心啊 有那么多大涨的股票 对不对 你只要相信我的话 听我说的就走 应该都很开心啦 我在分析大盘 我在看大盘是很准的哦 我相信你们如果长期 追踪我的分析 你们应该知道 就好像12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家预告 10322绝对不会破 我没有那种模拟两可 如果要涨不会就不会破 破了就不会涨 没有那种东西的 我的方向都是很明确的 12月26号那天 大跌100点 我也是全市场唯一一个告诉你 马上要开始涨 你看接下来连长8天 涨了540几点 这礼拜一跟礼拜二的时候 加权指数在10931点的时候 我又提醒你们 小心哦 短线会蹲下来哦 你看功能刚 我提醒两天之后 紧接着礼拜三礼拜四 连续杀两天下来 我不是没有事先提醒你啊 已经事先提醒你了 可是蹲下来很多人又吓到 哎呦怎么又杀盘了 我还提醒你 压下来是让你捡便宜货哦 你要掌握机会 鸡不可施 烤鸡不要被吃掉了 是 我昨天还提醒你 买点要出现了哦 你看今天马上就大涨给你了 所以这一路以来 完全跟我的预测都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你如果有听我的分析操作的 我相信应该都很开心啊 应该都是要探钱哦 你看10月26号那一波 你有跟着买的 连涨8天 那8天过程里面 你要赚个15% 你要赚个20% 15%多少 100万就15万 20% 100万8天赚20万 很赞了 这真的很赞 你只要有跟着做 我相信都能够达成 那昨天 我提醒大家 买点快到了哦 你昨天没有买的 你今天买也来得及啊 对不对 今天是怕你不敢买 你看今天成交量1263亿 还比昨天少 可见得今天涨上来了 都大涨了 很多人还在怀疑 今天是假的啊 怎么突然就大涨了 行情 你是要跟进 不是用怀疑的 你经常在怀疑行情 你永远都赚不到钱 你看昨天 我们趁压回的时候 温金仁钢压下来 我们就来买股票 我在买几档个股 跟大家分享一下 礼拜三压回来的时候 我们在买3481的群创 礼拜三 我们是买在12.4元 昨天平盘 今天群创都大涨5%了 今天群创已经涨到13块钱了 你从12.4买的 拜离和拜三 都是收在12.4 今天涨到13块钱收 这样几%? 5%? 两天5%? 也是很棒啊 对不对? 两天5%也很赞啊 你看我在买的时候 昨天群创成交量才2万张 今天群创的成交量 19.6万张 张没人要低 你们不要那我收 那给我 今天大涨了 很多人开始进来了 今天上市贵成交量排行榜第一名 就是群创 19万6千张 这样有差吗? 这个就叫动足先机啊 你要有办法在别人没发现之前 领先别人 发现到 领先别人先进场 等到行情开始加温的时候 那别人来帮你抬轿 你坐在轿子上面 好舒服啊 你想两个立场 坐轿子的 是不是很舒服? 人家在转嘛 对不对? 那你在帮人家抬轿的 哦 那个轿子很重啊 那肩膀会被压垮掉 所以 你想当一个坐轿的人 还是抬轿的人呢? 跟着我脚步 你就会变成 坐在轿子上面的那个人 那我为什么会去买群创 你看群创 第四季的EPS 现在法人圈的预估 大概六毛到七毛 那去年全年 大概是四块钱 一家公司 仅仅探四块钱 勾给到十二块而已 而且账上每股净值 有高达二十六块钱 这个勾评 没了没了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想买 那我来买啊 等到四后 你看到大涨之后 你又想买了 那你就帮我抬轿了 没关系啊 因为群创 今天大涨才第一天而已 我提醒你 这支股票你要注意 好 昨天我们也买了 应该算加码了 2603的长龙 这两天 我们17.8 又加码 最低点在17.7 那为什么说又加码 因为我们原本是 16.2就开始买了 16.2买了之后 一度涨到18.7 16.2到18.7 一星期时间 15%呢 100万一个礼拜赚15万 也是够呛了 对不对 你如果没赚到 当然你就感受不到 有跟着买赚到的 你就知道那个歌中世卫 100万 那为什么要买长龙呢 你知道长龙 12月营收发布完之后 公司有对外发布说 去年的获利 是公司成立以来 最赚钱的一年 营收数字最大的一年 你知道长龙海运 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知不知道 它是民国57年成立的一家公司 那民国76年上市 也就是说 公司成立到现在 50年了 刚刚好50年 50年来 最赚钱的一年 50年来 营收数字最大的一年 那怎么股价在底部区啊 股价怎么只有16块 17块而已 所以这是不是又是一档 底部的GEO股 对不对 我专门找底部GEO股 在带会员操作 所以操作起来 几乎没什么风险 航行只要一发动 50% 50%的赚 很过瘾啊 我都是这样在 带着会员做投资的 我经常在找资料 就是专门在找 这方面的资料 你知道长龙一月份 要调涨美东线的运费 一个月就要调涨 30%的运费 所以可见的第一季 长龙海运的获利 会很厉害哦 会很厉害哦 我提醒你 不要小看长龙海运 不要小看长龙海运 后面你就知道 我在说什么 后面你就会看到 好那昨天我们也买了 红海 2317的红海 红海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那红海12月份的营收 6751亿 年成长50% 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第四季的营收 一兆7302亿 比第三季成长60% 比去年同期更成长128% 你看去年这个时候 红海在出什么 在出iPhone7 对不对 那今年这个时候 他在出iPhoneX 一样是在出新机 竟然12月的营收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23% 去年 红海全年的营收 四兆7074亿 这个数字也是公司成立以来 一年营收最大的一年 你知道红海上市之后 股价最高点在哪里 你知道吗 股价最高在375 现在在90块 好那我们不要比历史高点 我们说雷曼事件发生前 它的高点在哪里 300元 你看雷曼事件发生之后 加权指数从9700 跌到3800 从3800 现在已经又回到 10900了 红海从300块钱 跌下来之后 都还没有回去 可是营收数字 却是历年来最大的一年 是不是又是 一档底部的基础股 对不对 你就算去年 最高点也有122 那现在在90 是不是很便宜 是不是很低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在夏普最危险的时候 红海是不是进场了 对不对 对 果然是危机入市 那他入主夏普之后 夏普这几年 被他弄得有声有色 现在开始赚钱了 那最近红海又把 他夏普的股票 又全部卖掉了 但他不会乱卖 他是卖给他的员工 员工成立一家子公司 把公司夏普的股份 全部吃下来 你知道光是这样的处分 红海赚多少你知道吗 赚了657亿 这657亿的数字 将会在第一季入账 657亿相当于 EPS要4块赚 所以光是第一季 红海入账这一笔 EPS就要4块啊 那如果再加上 营运的获利 第一季获利会有多少 自己头脑转一转 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现在股价还在底部区啊 你说是不是又一档 底部的机有股 所以红海今天 也跟着一起上来了 大力光 今天更应该谈到 大力光今天直接开涨停 这应该啦 大力光的获利 去年第四季64元 全年194 194你股价在6000多的话 本一比30几倍 真的是大力了 那现在跌到3000多 本一比剩下20倍 这个就可以接受了 所以大力光阶一涨停之后 整个瓶盖骨 全部都此起彼落 全部都跟着上来了 我在元月份的 锦囊妙记里面 是不是特别提醒你了 瓶盖骨一月份 大家注意哦 底部要翻身了哦 这里面瓶盖骨 谁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你会不会不对 瓶盖骨很多 你要买底部的 尤其业绩大爆发的 这样才行 所以选股很重要 选股的方法很重要 林何彦坚持 我只买底部的基优股 底部基优股没什么风险 都在底部还有什么风险 可是一旦涨起来 就是50%50%的回收 你们都看到了 汉语博德40% 台表科42% 对不对 5534的长红 这支大黑马 也已经30% 想要拼红包的 一个月时间绝对足够 可是脚步不好停软 不知道该怎么做 怕做错的 让林何彦帮你做 好谢谢老师的分享哦 今天盘面上 有诸多的一些重点 当然跟我们最贴切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掌握机会了 掌握到好的个股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个股的选择 还有呢 进出的时间点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假设听众朋友 任何的疑问 认同老师的操作的话 欢迎您利用工商服务的电话 02-239-239-88 02-239-239-88 把握老师现阶段 有红包50的优惠哦 欢迎听众朋友来电咨询 不用客气哦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咯 接下来下半阶段呢 大家又很关注的 就是说 既然真的 这个行情呢 如老师所预估的哦 又发动了 接下来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老师其实每天 做的功课都很多啦 都会讲不完 我赶快先帮听众朋友 来问一下 下个礼拜老师预备 关注的一些个股 大概面向在哪里呢 请教哦 好的 昨天美国股市又大涨 道琼205点 又创历史新高 那包含NASDAQ 费城半导体 四大指数 昨天全部都大涨 所以美国股市那么强 你在怕什么 美国都那么强了 你还在怕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行情 我前两天一直跟大家讲 会蹲下来 可是是好事 让大家捡便宜货的机会 你现在回顾起来 是不是Bingo 又被我说中了 所以你只要听我的话 你敢买的 买对的 当然你要买不对 就没话说 只要买对 敢买 都有赚钱的机会 今天你看大涨股票 又那么的多 那刚才跟大家谈到 瓶盖骨大力光 大力光的大反攻 带动整个瓶盖骨 今天又全面燃烧起来 那这里面 哪些瓶盖骨是重点 这里要注意 我简单这样说 因为瓶盖骨很多 我简单这样给你一个方向 12月份的营收 大多数都掉下来了 剩下少数几档 12月的营收 还在继续创高的 那些瓶盖骨 我那个数量就不多了 大概剩三四档而已 就那几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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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是真正的重点 我这样讲 你如果听得懂 那你就知道我还在说什么 好 那今天再另外跟大家谈 另外一档 3231的尾创 尾创今天涨了2% 那我今天为什么 特别跟大家谈尾创 因为接下来苹果要发行 要上市iPhone SE iPhone SE 它是属于平价款 应该讲说入门款 以目前苹果的 它的一个行程 每年9月份发表 是当年的新机 当年新机 那属于旗舰型的 旗舰就是最贵的啦 可是第一季的时候 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中间的时候 它会发行属于 比较便宜的款式 这个叫入门款 平价款 所以它去年的话是SE 那今年会SE2 那SE去年是 伪创独家代工 所以今年这一款SE2 也将会由伪创来做代理代工 那你想这次iPhone X那么贵 对不对 很多人买不下手 那买不下手 接下来平价款出来之后 可能会造成一股风潮 那尤其苹果 它在打印度的市场 那在打印度市场的时候 如果能够在当地生产制造 对于它的成本来说 将会来得更低 那目前苹果的代工厂里面 伪创就是工厂在印度 所以为什么SE是由它代工 那这次SE2 应该也会由它来 所以接下来 3231的伪创 也是一档特别要注意的焦点 那今天电子股上来的同时 原物料股其实今天也很强 所以今天这个行情 这是标准的多头 钱虽然不够 可是各类股都要抢资金 形成多头马车 人家说双龙抢猪 这不是双龙 是好几条龙 好几条龙都在抢钱 那原物料股的部分 昨天铜的库存又大降1% 你知道一天 全世界少掉1%的库存 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今天铜相关个股表现 也都不错 这里面我一直跟大家谈到的 8358金居 今天也涨了3% 那还有哪一档 记不记得 有来索取锦囊庙记的 我有特别点到一档 铜的概念股很重要 最赚钱股价在底部的 我不要卖关注 我直接讲好了 因为很多人都有索取锦囊庙记 铜相关个股 受惠最大另外一档 2383的台光电 你看今天台光电 大涨5.5% 大涨5.5% 我是不是有事先跟你预告了 对不对 那这次铜的大涨上来之后 很多概念股 比如说像1609的大雅 从7块标到16块 1605的华欣 也从10块钱标到18块 涨幅都快到倍数 剩下目前唯一一档电线电缆股 完全没去的 这支你要注意 1618的核基 核基也是做电线电缆的 那这次别人都涨了一倍 它只从8块涨到10块 只要去两辆而已 那核基更重要一点 它目前每股净值有16块半 你看1609的大雅 股价在7块 净值在11块 它就飙到16块去了 所以核基这一档 同的概念股 完全没去的这支 也提供给大家来做操作的参考 目前赚钱的机会很多 重点是你要跨出你的第一步 你要积极的参与 只要买对 你就会赚大钱 所以选股当然还是最重要的 那昨天我特别跟大家谈到 12月份的营收 写下历史新高纪录 这是台湾有史以来 单月最好的一个月 那去年也是台北股市 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 那从这里面 你可以从中找到什么好标的呢 我昨天讲过 有117家创历史新高 这117家 有些股价在高档 那个你不能碰哦 因为有时候利多是让主利出货的 就像康控11月营收历史新高 结果股价从600跌到剩270 所以在高档股票你不可以碰 这117家股票 有些分布在高档 有些分布在底部 有些分布在腰部 还在爬坡 有些正在下降 我今天做了一张很重要的资料 要给我所有的会员 这张表格里面 把这117家 12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他们目前股价的位置 是在爬坡 高档还是底部 我做了一张图表 把他们全部呈现出来 所以这张图表 会员拿到之后 你就会看到 谁才是锦上添花 营收最好 股价在底部 那么接下来 就是夹锅票 会成为市场的新主流 这张表格 这张资料 记得 大家一定要看 会员部分 大家一定要看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剩下一个月要过年了 这一个月是很重要 也是很精彩的时刻 你还想抢大红包的 动作要快哦 第一步要赶快跨出来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那跟上我的脚步 加入我的行列 我带着你一起打拼 好 谢谢老师的分享咯 下个礼拜 如何来做布局呢 好 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咯 今天非常谢谢 林和彦总顾问 跟我们大家的分享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众朋友 如果认同老师的操作 或者是个股 有任何疑问啦 欢迎您 透过了02-239-23988 02-239-23988 来电咨询 来电沟通 而现阶段呢 老师也提供给大家 红包50的优惠 欢迎听众朋友 直接深入了解咯 239-23988 另外呢 老师的免费Lite 也欢迎您 直接搜寻加入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祝福你操作顺利 下周见